Hello,大家好,我是登 你是谁,你说你跟大家说我叫卢卡斯 你说之前带的狗帕帕就是给你带的 是不是给你带的,嗯,你看你脏死了 我是多久没有给你洗澡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Hello,你说你是一个笨笨的卢卡斯 什么都不会,好了,我放你出去了 对我把你吓得都哭了,好了,你走吧 大家看看我这个脸,哇,就跟大家过年一样 简直是能胖过五六七八九十斤啊 在意大利简直就跟没什么吃的一样 天天就吃草,回来以后终于放开了 天天都去外面吃,顿顿都吃老抽 吃完回来以后都要吃小水片 我回去以后会减肥的 不然夏天就没法看了 下面就让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正题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些天 我从回来之前就开始买 一直到今天我都买了些什么东西 Hello,大家好,我是登 很高兴你们又回到了我的视频 今天呢,这个场景这是我还在国内 我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回国以后在淘宝上面买的众多多信 众多的,众多的 我今天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淘宝购物片 我的地下现在是满了 我的这一片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能会很长 你们最好去拿点吃的或者喝的 我觉得出国以后的交伙伴们 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就是每次回国的时候都要疯狂的购物 那个淘宝购物车呀 那个数字呀,简直可怕的吓人 简直比过双十一还可怕 现在吧,这些东西就在我的这边 我就随手拿到哪个 跟大家说哪个 有好多啊 咱们赶快开始,不要忘了 我们买了好多的这种海绵 我已经有打开的在用的了 我拆开个给大家看一看 我之前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分享过 就是大家的什么空瓶剂啊 购物分享里面看到有人说这个海绵非常好用 本来海绵就是一个很厚 要怎么说消耗品 我就,我不是很舍得买那个beauty blender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我也比较好用 它其实失水之后可以变很大 然后它的棉质也是比较细腻的 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我已经有一个拆开再用了 然后给我妈还,我买了十多个 然后给我妈留了几个 然后我自己打算带回去一些 对,还有它也有做成像美妆蛋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淘宝有一些牌子做的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觉得你把 一般我是把它沾湿以后再用 我觉得它和美妆蛋的区别吧 有肯定是有 但是不会特别大 我觉得上妆啊什么的都挺补贴的 我觉得够了 然后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我回来买了两只口红 美宝莲的 这个号吧 这两个号 看得见吗 是不是太亮了 这两个号我回去 我之后我写在下面把色号 就是特别 之前是特别红的那个秋叶色和奶茶色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秋叶色 传说中式和迪奥好像740那个颜色特别像 然后我同学当时帮我买的时候 他就很后悔 觉得啊这两个颜色简直太像了 然后这个是奶茶色 这个颜色吧 你这么看感觉可能会有一点点土 但是吧 因为我是一个嘴唇比较显红的人 所以在我的嘴上 它还好没有说那么的土色调 这两个颜色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它属于比较润的质地 但是又不是那种涂上去很亮的 还是比较偏向于亚光的这两个颜色 我还买了一堆袜子 这样子的 袜子 这还是袜子就不说了 然后我因为之前跟大家说 我配了眼镜嘛 所以又买了两副引进眼镜 两个引进眼镜 之前还有的 因为度数没有长太多 有我想象的好很多 我以为我会长100来度 其实长了50度 所以我觉得我之前的还能用 这个是我买的这个牌子的洗面奶 我看到大家很多人都推荐 我就想买来试一下 然后囤了一个福利方斯的这个 然后还送了两个起泡 然后买了一个蟹章水 那个曼丹的 我这个是回来的时候吧 我不是没有带西装水 第一天出去玩 我还要回来以后 实在没办法了 我就在那个一个APP上 就那个叫外卖的APP上 在那个上面买的 我实在没办法了 那天晚上回来太晚了 然后又懒得出门 然后当时买两瓶 然后才有折扣 我就买了两瓶 已经用了一瓶了 我觉得吧 它首先是水油分离的 我觉得还不错 碰到眼睛不会有那种刺痛感 也比较温和 防水的眼线 眼线笔啊 然后睫毛膏都可以卸得掉 然后睫毛膏比较好卸 我的那个防水的 但是防水的眼线笔 我觉得要稍微敷时间长一点 才能卸掉 或者你拿一个棉签站上 然后去擦一下 我觉得这样卸得比较干净 这个感觉 就是送的一个发带 然后我还买了这个的这个 手机充电线 然后我买了两个 我已经拆开用了一个了 我买了一个两米的 感觉躺在床上 毫无障碍呀 充电的时候 买了一个两米的 然后买了一个1.5米的 买了两个 我现在录这个视频嘛 我主要想到 我现在录完以后 我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拆开 盒子包装盒 什么东西都不要带 光把里面东西带 我买了两包这个火锅底料 我妈说这个特别好吃 然后它是这种硬块块的 就回去吧 我可以炒菜 或者煮火锅的时候 我可以每次切一块 就不像那种油状的 你说你每次倒一包 或者倒半包 剩下的又不好放 太麻烦了 这个就可以用一个食品袋 一封 然后切一半 切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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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比较方便 试一下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反正我妈说好吃 反正我买咪说好吃 买了一个这个好大的化妆包 你看看 这是我的手 是不是特别大 有没有特别大 因为我之前那个化妆包 有一个是有点小 一个我出去工作的话 我觉得不是很方便 然后这个里面吧 它是软的 它是这样子的 看得见吗 这边是有软的 然后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 然后可以自己换位置 这样子 行 那我把它粘好 这一样 可以放笔 这还能放挺多笔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的长度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笔能放进去多长的 这个就有点不太行了 有点压了 这个可以了 我的这种化妆笔可以 然后这种大的散粉的或者三红的就有点困难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放在这 如果放的不是很满的话 这款还有个拉链可以放面膜 挺好的 也不沉 然后我还买了一包这种的海绵 就是出去玩比较方便 可以用完就可以扔掉了 买了一个这个牙刷的刷头 电动牙刷的刷头 因为回来的话 我给我妈 我家有一个电动牙刷 是我妈在用 然后回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换了一个刷头 然后就我用 完了以后 我还可以把我的刷头拿走 这个是买一丝丁送的 就我之前跟大家说 那个安平西班牙这个牌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瓶子好有质感呀 这个瓶子好可爱呀 好喜欢这个瓶面 味道也不错 说这个吧 我就想说到 之前我跟大家提到过这个安平 就是我同学很推荐我的 然后 我之前不是买过德国的那个吗 这个是有一种那种 油包水的感觉 和玻尿酸 之前买那个玻尿酸还不太一样 这个保湿效果非常好 我回国以后吧 我再先真的是 我都快干到我现在脸上都爆皮 有一种感觉 然后我用那个切尔式的蓝金领 也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吧 我就觉得特别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知道看得见过 因为我这个 我屋子特别小 我相机放在床旁边 床旁边吧 又是个庞护 可能有点亮 这个是它这个质地 看比较水 很快就流下来了 然后它吸收特别快 很快就要吸收 你现在看着它可能抹上去有点油 你稍微按摩一下 它就吸收了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然后我又囤了两盒 这两盒吧 在下面架着我的相机的三脚架 我这是一个那种八爪鱼的层 特别低 窗台特别低 所以我就把那个箱子呀什么的 垒了好几层在那块 我又囤了两盒 这盒打算给我妈留下 它这个里面特别好的就是 它给你送一个这个东西 你一次肯定用不完 它这里面我一般情况下 我这能用两天 早晚各一次我能用两天 所以它这有一个风口的 就不害怕养算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还买了个手机壳 回国必须要存的就是手机壳 上一次我妈过去 帮我带了六个手机壳 我妈都崩溃了 所以这次回来 我是买了一个 就是一个大象的 这样子的 它也是这种有蓝光反射的 其实我是想买一个比较那种正常的 但这个 但是现在好像都是这种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看的 也不错 后来就买了这个 我幻想给大家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是我说的面膜 这个我买了好几片 我已经用了 用了好几片了 然后买了两盒森田的 我今天拍完了 就可以把盒子拆掉了 买了两盒森田的 还买了一根这个眉笔 AQ House的眉笔 这是我买的本子 这是一根笔 这个笔质感好差 这笔质感没有我想象的 好像差好多 一个那种深粉色的 这个是买回来写子弹笔记的那种 写手杖的 但是我的手杖一般都比较素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是在拿它记事 不是在画的什么 画一个护照的那种 我不是那种 我是真的 我需要记什么事 我今天需要干什么 我才会写的 我也不会把子弹笔记写的那么复杂 这本子感觉掉灰 里面纸还不错 里面的质感还不错 那根笔 但是太差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本子的纸还是蛮厚的 这样子 它下面是不带数字的 但是它是 就是这种网格点的嘛 这个还可以 然后化妆品什么的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克制我自己了 然后这个短袖 就是我这次回来新买的 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今年的期限 三月份简直太热太热了 已经30度了 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后来我就去买了这个短袖 对呀 我还买了一个鼠标垫 哎呀 这个鼠标垫质感还不错啊 好沉啊 哎 这有点沉啊 这种呢 特别可爱 然后可以垫手腕这样子 质感还不错 这有太沉了 这是个啥呀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这送了个什么 谁知道呀 可以告诉我一下 我还买了若干包海底捞的火锅鸡料 牛油的 我还买了这个麻辣销锅的 我特别喜欢用它炒虾食 我觉得特别好吃 我妈还给我买一袋枸杞 我买了两盒小老板的海苔 好 我妈还买了这么大一袋子零食 小核桃仁 其实这个挺好吃的 但是吧 这一大袋实在是有点沉了 这是什么 桂圆肉 牛肉干 嗯 天呐 我都没有看呢 哦 我知道了 这也太多了呗 这是我们西安那个做呼拉汤的这个料 啊 它买是这么多 我的天呐 我觉得我戴不完 好了 没有了 嗯 没有了 没有了 大家看一下我新配的眼镜呗 我现在戴了隐形眼镜 所以试不成 这个样子 我觉得很好看有没有 现在虽然流行金丝边的 但是我脸这么大这么圆水 肯定不适合我 我觉得这个黑飙飙的还挺好看的 改天我带了拍的照片给你们看 淘宝的购物分享 简直是 其实我每天都在海箱里 其实我还在淘宝上买了衣服 但是因为它是预售款的 一直都没有发货 对我还买了包 嗯 包已经到了 嗯 但是在外面 就是我前两天剪头发 拍照那个包 对了 我前两天去把头发剪了 因为剪好短 然后我没有烫 之前拍照的那一天是 人家给我卷的 我现在就是自然的情况下 就是这样吃饭 因为掉头发确实比较厉害 我不太想烫 但是我想明年回来烫一下 嗯 就这样 哦 还有一样 忘记了 我同学去泰国帮我带的这个防晒霜 我还没有用 也等我用了以后 再跟人家说 它 据它的反馈水 还挺好用的 挺不错的 就这样拉开这样的 包装还是挺可爱的 对吧 感觉特别美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购物分享 我之后我想给大家 因为我回来之后 还有我的很多朋友啊 我们之前不是出去玩 还是在问我这个 呃 上飞机到底能带什么液体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之后想拍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心里 不管是知道或者是不知道 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疑问啊 焦虑啊 或者不确定 我想认认真真地做一期 关于上飞机能带的东西 能带的液体吧 化妆品啊 这个含量啊 数量啊 毫升啊 虽然我不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但是我经常出去玩 我觉得应该不 而且我每次会看各种旁空公司的这种信息啊 什么的 我觉得一般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这支视频 喜欢我这支视频的话 请你帮我按一个赞 记得关注我哦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Instagram 还有我的YouTube 好 今天就这样子吧 谢谢你们 好 我们回意大利以后再见啦 拜拜